男生只要有这八大特质 女生说啥也不会离开你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男生呢 看起来很一般 长得呢不是很帅 兜里吧也不是特别有钱 但是就是这样的男生 身边从来不缺漂亮姑娘 你感觉真是啊 这好白菜怎么都让猪给拱了 关键这些漂亮的姑娘 她还死心塌地的跟着她 我也很纳闷 后来啊经过我研究 我身边的男生发现 这些男生吧 竟然是身上都有这些共同的特质 下面8点硬核干货 一定要记下来 点赞收藏 那如何让一个女人离不开你呢 第一会穿搭 男人都喜欢美女 美女呢也喜欢帅哥 你可以长得不好看 但是一定要做一个型男 女生感觉到 你最起码是一个干净的 舒服的 有气场的男生 女生会觉得你的眼光和品位是不错的 第二个 你不能完全听她的 生活中呢 你得有60%以上的事情 你来做主 就是大事听你的 小事无所谓 第三个 你有被她欣赏 被她认可的一面 可以是某种能力 或者是某种精神 比如说你会聊天 你情商高 你会赚钱 你有领导力 你很聪明等等 那第四点呢 你要让她感觉到 她选择了你 而不是没有办法 才选择你 所以呢 在确定关系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着急 让她自己去突破 她自己的纠结 来选择你 第五个 具备成长性 是蓝筹股 潜力股 时时刻刻呢 女生觉得你在成长 女生也许不会因为你没钱而离开你 但是一定会因为你没有潜力而离开你 有的时候呢 你也需要给她看看你的大饼 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事情 第六 这点其实对于女生来说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得会懂得调动女生的情绪 就像是剥洋葱一样 找到女生表面话语背后的情绪 女生才会觉得你跟其他男生完全不一样 第七呢就是让她知道你的红线在哪里 什么是你的底线 如果你没有底线 一味的对女生好 她只会越来越踩踏你的底线 到时候呢 你就离戴个帽子不远了 第八 如果她还小 你就去改造她 如果呢 她很成熟 你就成就她 第九 最后一点呢 也是最有效的 就是你有魅力 有选择 她怕你被别人抢走了 这一点呢 谁都替代不了 还不会追女生的 我来教你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分享金融会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ZXX3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微信添加不上 请看我最新新视频的结尾 记得获得最新联系方式哦